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是时事小品 李文亮回访 李文亮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不知道 我也没办法呀 华南水果海鲜市场 确诊了7例SARS 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 大家不要外传 让家人亲人都注意防范 这几条微信是你发的吧 是我发的 还说没造谣 你这就是制造社会恐慌 扰乱社会治安 懂吗 我没造谣啊 我把肺炎报告的照片 也发里边了 是急诊科的艾主任 发给我的 真的有人被确诊了 而且这种病的 传染性非常强 你们 说 接着说 再多说两句 就够判刑子了啊 念你是初犯 这次叫你来呢 就是个训诫 下回 就没这么便宜了 知训诫书 上的签字 你可以回家了 杨副所长 看看吧 李文亮成烈士了 十四名武汉疫情防护一线 牺牲人员被评为首批烈士 里面有李文亮医生 现在 风水轮流转呢 可是风水转得也太快了 才四个月呀 就翻身成烈士了 那你的意思是 我们转到烈士对立面去了 你没觉得你脑子上多点东西吗 我觉得啊 这雷呀 就得你 就得咱俩挺吧 你怎么快点 呢 啊 李 李文亮 你 你不是死了吗 你 你怎么回来的 是啊 我穿越回来了 你 你有事吗 四个月前你们派手所对我进行个训诫 说我造谣 别 别 这都是误会 这都是领导让我们给您出训诫书的 您没造谣 您没造谣 那个 您说的是对的 疫情特别严重 死了很多人 您 您坐 您坐 这回你们相信我了吧 那是当然了 现在不光我们相信您了 全国都相信您了 大家对您都非常感激呀 非常的思念您 您看看您微博下面 现在有几十万的留言呢 大家都把您的微博叫做枯枪 现在我们强国 除了这个防火枪 救赎您这枯枪 那知名度最高了 那我这个训诫书 您放心 这训诫呀 早就撤销了 撤销了 那必须的 半个月前就撤销了 国监委牵头调查您的案子 做出了撤销讯捷的决定 您看看您这待遇可不是一般人呢 您想想 中国现在有多少云甲错案 多少人说错话 还没说话呢 就被关进去了 再看看您 惊动党中央 出动国监委 亲自给您平反 党对您很重视啊 党对我很重视 岂止是重视 您看 您刚刚被追认了 烈士荣誉称号 这场疫情里面 中国死了多少人 只有十四个当了首批烈士 这十四个人里面 您占C位 哦 还封我为烈士 您别不信呢 你看这报上都登了 当然了 别说您了 我一开始也不信 四个月以前 领导还让我给您开训诫书呢 这四个月以后 您都当上烈士了 我们排除所 最多也就是凭个先进 还没有烈士呢 那这当这个烈士 有什么好处啊 那好处是打打的 根据这个烈士包扬条例 被评为烈士的人 您的家属 更叫家属了 那叫遗属 您的遗属 这个保障待遇会有所提高 可以获得这个公王补助金 烈士遗属特别补助金 烈士包扬金 符合条件的呢 还能定期获得抚恤金 您看这待遇 他想拿都拿不着我 那既然人民这么想念我 你们也感谢我 国家还要纪念我 反正我也穿越回来了 我就不想回去了 把这个烈士名额 就让给别人吧 啥 不走了 这烈士您不当了 不当了 虽然你们给我家里人 发抚恤金 但是我真是不希望 我的家人收到这种抚恤金 我想有个完整的家 我想回家里边 陪我的家人 这个 李医生啊 这个烈士呢 您还是当了比较好 为什么呀 您不了解情况 这个 您要是留下不走了 不光这烈士当不上了 这训诫书 我们还得给您再开一份 既然你们感谢我 为什么还要非要给我开个训诫书呢 您能当上烈士 就是因为你已经不在世了 你看看那些还健在的 哪个也被捧成英雄了 不说别人 就说跟你一起被训诫的那棋位 那训诫书还没撤呢 就您一个撤了 为啥 就是因为他们还健在啊 你们这是什么逻辑 人活着被训诫 人死了被封烈士 哎 这您不知道了 这是党国特色 生啊 他不如死 死了的呢 一早百了 这活着的呢 被训诫都还是小事 还有失联的 下落不明的 被抓的 就比如说 四个月前 您转发了艾芬医生 给您发的肺炎报告 所以大家后来都管您叫吹烧人 至于这艾医生呢 他只是把肺炎报告 发给了您一个人 所以说他顶多算是个发烧人 至于现在这发烧人 都已经下落不明 失踪了 可是就算党不需要我 可是人民需要我呀 刚才你们不是说 我那微博里边 有几十万人留言吗 都成了枯墙了 那我还是回去 继续发我的微博 就您的微博呀 党一直想删的 就是现在不是时候 怕激起民愤 你看等这事过去的 网信办第一个就拆墙 当然不是拆这个防火墙了 就拆您的裤腔 我还是不明白 党为啥非要让我当这个烈士 我活着不是能救更多的人 做更大的贡献吗 你是真不了解情况吗 党国差人吗 十四亿人呢 死个一两百万 毛毛雨了 党国要的是脸 懂吗 脸 我党应对危机的一贯政策 那就是 把小事拖成大事 然后呢 集中力量办大事 再把大事办成丧事 然后把丧事办成喜事 最后一步呢 就是大力表彰 一线工作人员的牺牲 现在过场都已经走完了 就差最后一出了 就场如就火 无论如何你得帮党国 把这最后一出唱完呢 所以呢 这烈士 你是非党不可了 是啊 您不能让我党白夸您不是 您看这报纸上都写了 说您是不顾个人安危 逆行出征 勇于担当 胡说 胡说 全是胡说 我是一名医生 我比普通人更懂得医学常识 更懂得规范操作 疫情刚开始发生的那几天 医院统一要求 不让我们医生戴口罩 不让我们穿防护服 就是怕引起恐慌 我们就是在那几天感染了病毒 本来我也不会死 我也不会被感染 我也不会成为烈士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小小 别过来 怎么的 这天雷滚滚批到你了 结果出来了 我行政机过处分 你行政警告处分 李文亮啊 这年头啊 还是当烈士最好 你懂的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